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继续来谈这个A段架构师的这个产品策略的思维, 也就是以产品策略来当一个例子,当一个范围, 来让你了解这个策略思维背后的这一个更深刻的这种心灵的素养。 OK,那我并不是说我高老师的心灵的素养有多好, 那么我只是说我希望把我的这一个几十年来到今天为止呢, 我从这个编程,就是成为这个编代码, 到今年呢,也足足了三十七年了, 那就是把这个三十七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设计的策略的思维呢, 拿出来这一个跟你这一个讨论讨论, 那么希望我的这个经验能够呢,抛砖引玉, 能够呢,引出你心中一个更好的策略思维, 也就是我不希望你完全用我的策略思维来取代你的, 因为你的策略思维是很宝贵的, 所以呢,我的策略思维给你的之后, 加上你的既有的策略思维, 那么可以产出第三种新的思维, 那么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就是协助你创新, 这是我的最重要的目标, OK,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往下谈哦, 那在谈这个,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从简单中掌握复杂, OK,那我先给帮你做个铺垫咯, 好,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 我们说明了, 我在这个产品策略上, 定下了这三个面向, 定下这三个面向, 这三个面向组合起来, 就是我的Vision, 然后呢,我把它Maping到这个Reality, Reality之后, 我就得出这个三个实现的一个方案, 是这样来的, 实现的方案, OK,那这整体呢, 就是我的产品策略, 有变景, 有这个现实, 那现实我刚刚就上一个小回合谈到的, 其中最重要一个现实就是, 基于Android, Android是这个Open Source的一个软件, Open Source的一个开源的这个软件的平台, 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 所以呢, 会有软硬整合跨平台测试, 因为它是开源开放的, 所以呢, 这一个会有平台的, 碎片化的问题, 所以跨平台特别的重要, 那因为它是开源开放的,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去创造独特性, 而且呢, 还可以做软硬的, 一种独特性的组合, OK, 好, 再来呢, 因为它有这么多样的独特性, 它有这么多样的平台, 因此呢, 怎么发展出一套, 或者是一组, 这一个简单的, 能够从掌握简单的测试的, 一个框架, 以及测试的方案, 就能够面对这个独特性, 啊, 一种不同的也能测, 然后呢, 相同的也能测, 也能测出独特性, 也能测出普遍性, 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说明, 好, 那我要兼顾独特性, 普遍性, 以及可靠性, 那这三个呢, 看起来都蛮复杂的, 都蛮复杂的, 所以你在, 一开始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这个独特性, 哦, 这个好像也蛮复杂的咯, 这个普遍性也蛮复杂的咯, 可靠性也蛮复杂的, 好像, 把你拉进去一个丛林里头, 那这个丛林呢, 满山片里都是雾, 而且呢, 这个处处都是陷阱, OK, 但是, 我告诉你, 也是处处都是机会咯, OK,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看到独特性, 普遍性, 可靠性, 那么组合起来, 而且坚固, 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事情咯, 事实上, 并不是这个样子, 它只是一棵树的三个变相而已, 它只是, 一个有机体, 的一个三个面貌, 也是诸多面貌之一, 之一而已, 所以呢, 我们要去掌握树干, 就可以掌握这个树位了, 其实独特性, 它是一个树枝, 它是一个分枝, 那普遍性, 也是一个分枝, 也是一个分枝, 那么可靠性, 也是一个分枝而已, 分枝而已, 所以呢, 背后有它的树干, 有它的树干, 有它的树干, OK, 因此呢, 我们要抓住它的核心, 我们要抓住树干, 甚至抓住它的基因, OK, 然后呢, 要来领悟它, 催炼它, 然后就能够顺利的, 坚而得知, 一死三鸟, 欲语三吃, 欲劳永逸咯, 那这个就是, 我们要去寻找的, 不要被外貌所门骗了, OK, 外貌是复杂的, 但是, 我们可以掌握到, 简单的一个核心, OK, 那么, 因为组合出产品的多样化, 是今天Android市场最大的特征, 因为, 它的软硬件, 都是大家可以百花齐放的, 可以创造差异性的, 所以, 无论你做的事, 软硬整合跨屏来或测试, 其实都围绕着, 组合创新的这个核心思想, 好啦, 抓住这个核心之后, 我们就继续的, 来看看这个核心, 到底是什么咯, 好啦, 我们就所谓组合创新, 其实呢, 最简单的比喻, 就是坐飞机咯, 坐飞机的目的是什么, 把一群不会飞的配件, 加以巧妙的组合, 然后让整体呢, 能够飞上天空, 因此呢, 大家就可以体会到, 一架飞机, 也不过是一群, 这个整体, 接口, 还有部分, 的这个基本的组合而已, 基本的组合, 譬如说, 这一个车灯, 这样一个车灯, 那么, 也不过是, 一个车灯一个整体, 然后呢, 这里头有一个灯座, 那这有一个接口, 然后有一个灯泡, 对不对, 所以呢, 就这样的, 也是有这么的, 一个车灯, 跟其他的组合在一起, 那车灯本身, 就是一个整体, 然后里头有两个part, 一个灯座, 一个灯泡, 中间会有一个接口, 对不对, 好, 那么在更大的part, 譬如说, 更大的part呢, 也是一样, 里头呢, 也有几个部分, 跟这个车灯连在一起呢, 譬如说, 电池, 那么电池呢, 跟这个电灯呢, 之间会有这个线衔接, 所以有两个接口, 有两个接口, 所以呢, 也不过是, 这一个part跟接口, 组合成一个整体, 所以呢, 所以它基本结构呢, 只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一直跌一直跌的, 所以它是, 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的, 巧妙, 重复组合而已, 所以, 这个呢, 一个基本的结构呢, 就是高老师一直在提倡的, 叫做EIT造型,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咯, 这一个背后的一个基本的形状, 就是EIT造型咯, 然后有EIT造型, 就可以组合出, 这个形形色色的, 这一个软件咯, 形形色色的产品咯, OK, 那么信不信, 我们慢慢再来分析, OK, Anyway, 这也是一个抛砖引译, 我也不是, 高老师也不是要你, 一定要用EIT造型, 那么这只是高老师的, 一个做法, 一个想法, 那么也是高老师在很多产品上面, 实在的, 我自认也会做得很成功, 所以呢, 这个基本的造型, 那么, 你可以创造你新的造型, 你可以用别的造型, 在这里, 高老师只是举例, 说高老师采用的, 是自己所这一个发现的, 自己所这一个, 在这么多年当中, 从这个实际的案例当中, 实际的经验当中, 体会出来的, 寻找出来的一个EIT造型, 那这个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用这个EIT造型哦, 我这个指示, 还是一样, 抛砖引逸, 希望呢, 我这EIT造型呢, 可以抛到你的心中, 你可以创造出, N个造型, 你可以用你的N个造型, 来做创新的组合, 来实现, 这一个, 刚刚的三个, 这一个, 多变的面貌, 可以能够掌握, 你自己的创新组合的基因, 然后来掌握, 这一个三个, 复杂多变的面貌咯, 那你就, 可以发现到, 一个很甜蜜的事情咯, 就是, 你已经, 知道什么样子, 掌握, 简单, 来操控复杂, 从简单中, 来控制复杂咯, 好, 那么现在, 我们就来, 看看, 当你切入Android的产品核心, 掌握了它的基因, 包括EIT造型, 以及EIT造型的组合运力, 就可以了, 这个掌握了, 这个, 软硬整合, 跨平台, 测试三个外貌了, 因为, 这三个外貌, 其实呢, 背后就是一棵树, 那这棵树呢, 背后就是, 有EIT造型, 以及它组合运力, 所构成的, 所以我们, 掌握了EIT造型, 掌握了它的组合运力, 然后呢, 再加上Android的平台, 这样的一个, 开源开放的reality, 是基于Android的, 这个现实的条件, 加上这个造型的设计, 来掌握我们的, 一个复杂的外貌, 那么,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 在这个单元, 所要谈的一个目标, 也是谈的内容, 让你去体会, 这个背后, 有很多很多的思维, 有很多的哲理, 有很多的经验, 那希望, 这个也能够, 这些思维经验等等, 也能够成为, 你心中的, 抛砖领域的砖咯, 而且能够希望你, 未来, 有更多的意义出现咯,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把它加了一个EIT造型, 那么, 有这EIT造型, 掌握简单, 来, 操控复杂, 所以, 从简单中, 掌握复杂, 从简单中, 掌握复杂, OK, 所以呢, 我们就不会觉得, 这三者有多复杂啦, 因为, 我们可以, 从简单中, 来了解复杂, 我们就不会觉得复杂咯, 那我再比喻一次咯, 就是牛顿, 他看到, 这一个, 天体之间的事, 事物之间的运动, 很复杂的, 但是, 他把它归纳出一个简单的, FMA, 这个公式咯, 所以呢, 我们今天, 都会, 一谈到力学, 都会先掌握这个简单, 然后再去理解, 复杂的力学, 就不会觉得力学很复杂咯, 所以我们原来觉得, 软硬整合很复杂, 这个测试很复杂, 跨平台很复杂, 今天呢, 大家可以从EIT, 掌握了EIT之后, 你就不会觉得, 软硬整合很复杂咯, 也不会觉得测试很复杂咯, 也不会觉得跨平, 很复杂咯, 那么我们今天, 待会呢, 开始呢, 我们就要来, 以跨平台为, 这个, 例子, 来说明, 从EIT, 来, 掌握EIT的简单, 再来掌握跨平台, 那么你就会觉得跨平台, 说EASY咯, OK, 好, 那么一旦你掌握了, 这个有机的生命体, 那么你就, 就能够继续的茁壮咯, 也就是说, 当我们掌握了这一个基因, 那么我们就可以, 五线的, 再让它成长, 成长, 成长得更大咯, 所以呢, 你看我们掌握了EIT, 这一个简单, 因此掌握了复杂, 也掌握了复杂, 也掌握了复杂, 结果呢, 这个对我们来讲, 这三个就不再复杂了, 不再复杂了, 所以这三个就简单了, 再透过简单, 再来掌握这个复杂, 更复杂的, 再来透过这个已经变简单了, 再来掌握更复杂的, 这个两个已经变简单了, 再来掌握更复杂了, 掌握更复杂了, 所以呢, 由非常简单, 然后掌握稍微复杂, 然后让它变成不复杂, 之后呢, 再掌握这个简单, 再来掌握复杂, 因此呢, 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的掌握中了, 都不会觉得它复杂了, 所以我们可以创造深度的用户体验, 这个不再复杂了, 我们来规划商业策略, 商业行为, 还有商业的模式, 还有产品创新等等的, 也不复杂了, 我们再来做这个产业的分工, 像这个应用商店等等的, 也不会复杂了, 因此呢, 一切就这么的简单, 就叫做从简单中掌握复杂, OK, 那么软硬整合呢, 与跨平台呢, 就像天平的两端筹码, 截止可以调整的, 有效规划出自己的商业策略, 就是说, 到底这两个是不是冲突的, 这是很多人提出来的, 那我要跨平台, 我就不能有太多独特性, 我要有太多独特性, 就不能跨平台, 其实呢, 这是一个商业策略, 所以才讲的叫产品策略, 并不是每一家公司, 所采用的策略都相同, 都会有不一样, 所以呢, 才要每一家公司呢, 都必须要有自己的, A段架构司嘛, 来做出自己公司, 最有利的策略嘛, 所谓策略就是, 有的是对他公司有利, 有的是对我公司有利嘛, 譬如说, 像华为, Coupai, 这种是, 宏达, 宏达电, 等等这些终端产品的厂商, 会偏重于这一个软硬整合设计, 这比跨平台要多了一点, 但是对于这个内容厂商, 或者是电信厂商而言呢, 它是偏重于跨平台咯, 所以呢, 在跨平台方面的考虑就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这个两边呢, 其实并不冲突的, 并不冲突的, 那是像一个滑马, 你可以调到, 对你最有利的地方咯, 所以呢, 同样的, 在透过这个检验呢, 用户的回馈, 能够有效的, 深度的追求用户体验, 然后这些都需要依赖产业的一个亲密的九组合,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掌握了更多的产业的分工合作, 等等的, 因此呢, 我们有效的衔接企业的各项具体的A物活动, 我这边在谈的, 就是说, 当我们掌握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产业的分工, 有更多的掌握力, 对于商业规划, 有更多掌握力, 所以我们的产品的架构设计, 产品的策略架构, 我们是可以支撑我们, 跟这一个其他的各项的商业的合作呢,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亲密的对接的,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公司嘛, 基本上产品才是可以卖钱的嘛, 各项A物都是跟这个产品有关,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图当中, 就可以让我们很清晰的, 让我们的架构师, 可以从简单中去掌握复杂, 然后来参与A段, 非常重要, 就是A段的架构师, 掌握了从简单中, 掌握了复杂, 所以呢, 就可以来参与这个整个A段, 有产品经理, 销售经理, A物经理, 还有这个研发经理等等的, 一种各项的活动, 这里在说明的, 是这样可以增强, 这个A段架构师, 在A段里头的分量, 以及它的贡献,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 当这个A段架构师呢, 从这个EIT出发, 那么掌握了这一个软硬整合, 掌握了测试, 掌握了这一个跨平台之后呢, 可以掌握的产业的分工, 因此可以参与制定行业的API标准, 因此呢, 可以运用这个APP Store的市场机制, 那么用户体验呢, 也可以把体验融入设计, 还有做品牌的个性设计, 还有内容呢, 可以整合到终端, 还有应用结合销售, 还有创新的增值业务, 等等的一大堆的, 都是从这里, 从简单中, 逐渐的掌握复杂, 掌握了树干, 掌握了树枝, 掌握了树叶,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实践从简单中, 掌握复杂, 那么我们谈了很多这些哲理, 那么高老师呢, 都在这里都展现给你看, 这个高老师呢, 是以身作则的, 好, 那这个产品的生命力, 以及它的未来性咯,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经由简单中, 掌握复杂, 所以呢, 我们的产品的生命力, 就像一棵榕树一样, 它会不断的长大, 不断的长大, 而且呢, 可以配合的, 未来的环境变化, 而改变, 如果呢, 不能新陈代谢, 它就不表示, 它有活力了, 所以有生命力的意思就是, 能够重构, 能够新陈代谢, 能够灵活的重组, 那可以面对未来的一个新的市场, 新的需求, 而重新做创新组合咯, 做创新组合咯, 就叫做未来性, OK,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个优秀产品的生命力, 只要来自这个, 包容或抽换, 就是要新陈代谢, OK, 一个生命力, 一定要有新陈代谢咯, 所以软硬件, 都要能够包容, 把它的多变, 也是能够抽换, 然后呢, 一个整体的结构, 要有一个很好的整体结构, 不然你整合不起来, 这部飞机, 飞不起来, OK, 好, 那么飞机飞得起来, 你要能够控制它, 平稳的, 继续飞翔, 而且遇到暴风雨, 你还能够有控制力, 所以呢, 要有包容各种的, 这个, 啊, 组件的抽换, 这样才能够, 啊, 这个有零件坏掉了, 可以随时换新, 譬如说, 飞机的轮胎, 坏了, 我们就可以换新, 那么, 有一个整体的组合, 它才会飞, 那么, 飞了之后, 它在, 还能够控制的很平稳, 啊, 这能够飞, 啊, 对不对, 然后啊, 这要平稳,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要能够有, 啊, 这个新存代谢, 啊, 这样子, 所以呢, 有的这三项, 你就, 产品的生命力, 就很OK啦, 啊, 就很OK啦, 而且呢, 这也能够创造出, 你的未来性, 啊, 因为, 如果, 没有未来性, 就没有生命力, 有生命力, 意味着就是有未来性, 其实, 生命力呢, 是等于未来性的意思, 啊, 等于未来性的意思, 所以它就有这三种, 啊, 然后, 因此呢, 你可以发现, 要创造优秀的产品, 最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 将你, 啊, 所熟悉的三个很平凡的视角, 啊, 把它组合起来, 啊, 就是插件, 接口, 跟平台, 啊, 插件, 接口, 跟平台, 就是一个大家都常见的, 一个桌子, 桌面, 叫做平台, 啊, 桌面那个板子, 然后呢, 卡榫叫接口, 桌角, 叫做插件, 一个, 啊, 车子的引擎叫平台, 那么, 这个轮盘呢, 轮骨叫做接口, 轮胎叫插件, OK, 好, 然后呢, 一个电脑的主板, 叫做平台, 一致这三项, 那么这三项, 就是, 啊, 源自仪跟这三项, 是息息相关的咯, 啊,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掌握了三个, 一个熟悉的视角, 就能够让我们的系统呢, 让我们的产品产生生命力, 产生未来性,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啊, 这一个, 我们的EIT的造型呢, 就拥有这三项, 啊, 一个是组合出一个整体, 这个, 一就代表是这个平台, 啊, 平台, 那这是这一口, 然后呢, 这就是插件, 所以我们EIT本身就是, 具备有这三项神奇的, 一个平环的, 一个视角, 然后呢, 组合成EIT, 创造出神奇, OK, 那这个, 啊, 一就是一个整体, 它代表了组合创新, 然后I代表这个是结构, 啊, 代表这是结构的规换, 啊, 因为这个是组合出来要会飞, 但是这要能够组合的起来, OK, 啊, 这个是目标, 啊, 这个是how to, OK, 那这里是属于控制逻辑的部分, 我们再来说明一下, 啊, 这有三个生命力, 这一个是偏E, E是控制逻辑的, 这个I, 是能够组合成一个巨大的, T呢, 是可以被抽换的,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其实呢, 跟这个EIT, 这个平台就是E, 接口就是I, 这个, 啊, 插件就是T, OK,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EIT, 就可以创造出, 啊, 这个, 啊, 旺盛的, 这个生命力哦, 啊, 旺盛的生命力, 所以T代表的包容改变, I代表的是能够组合出整体, 啊, 那呢, E代表的是逻辑上可以控制, 所以呢, 这个要飞的平稳, 这个要能够组合出整体, 而且要能够飞, 啊, 这边要飞的呢, 平稳, 啊, 要能够飞的平稳, OK, 然后呢, 这边是, 啊, 随时能够新存代谢, 所以T代表新存代谢, 这代表能够飞, 这代表能够, 啊, 飞的平稳, OK, 能够控制的好, 好, 因此呢, 你兼顾的三个视角, 就能够有效的, 啊, 这一个损失整个系统架构, 并支撑, 啊, Android的, 啊, 整合设计, 跨平台, 跟自动化测试咯, 啊, 可以掌握, 这三项, 这一个, 啊, 三项, 这个Dawband的外貌, Dawband的外貌, OK, 啊, 所以掌握了三个视角, 就能够, 啊, 掌握了这个Dawband的外貌, 这叫做, 啊, 掌握简单, 操控复杂, 从简单中, 来掌握这个复杂, 啊, 掌握这个复杂,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车类的可实现性, 就是说, 刚刚看的, 高老师的这个车类, 好像很美好咯, 啊, 非常的美好, 有生命力, 啊, 能够呢, 用简单的EIT, 能够操控, 能够掌握这个复杂, 但是, 我们现在谈一谈, 啊, 我这个载好的车类, 如果呢, 把它交给V段之后, 却不能执行, 啊, 那么, 这个载好的车类, 都是变成挂在墙壁上的口号咯, 因此呢, 我们要确保在V段, 是可以实现的, 是可实现性的, OK, 这样子才能够, 啊, 让我们的这个车类, 啊, 所支撑的, V选, 啊, 因为车类, 基本上是支撑这个V选的, 那么如果车类, 不可实现, 那这个V选呢, 也就不能成真, OK, 所以呢, 我们这是叫做A段, 啊, A段, 是来支撑V选的, 然后由V段, 来实现的, 所以终究, 还是由V段, 才能够做出产品, 才能够实现这个V选, OK, 那我们先来来检验, 我们的A段, 这样的做法呢, 这样的策略思维, 是不是有可实现性, 所以我们说, 一杀一世界, 啊, 也就是一个EIT造型, 啊, 好像是一个软件的原子, 那么, 一个E, 可以小到一个类, 啊, 也可以大到一个框架, 是不是, 不论大小, 你都可以直接落实成代码, 啊, 落实成代码, 所以, 它的可实现性, 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就是, 你在这边的EIT, 啊, 那么, E, 就是对应到一个类, T, 也对应到一个类, I, 就是对应到Java, 啊, Java语言的, 这个interface, 这个关键字, 这个keyword, E, 就对应到class, 这个keyword, T也是, OK, 所以用EIT的这个造型, 来组合出跨平台的, 啊, 这一个, 啊, 做法, 我们就说, 以EIT来思考, 这个跨平台的策略, 以EIT来思考测试的方案, 以EIT来思考, 这个软硬整合的, 一个架构, 基本上, 都可以直接对应成代码, 所以呢, 这个, 在V段, 无论是你做硬件, 做软件的, 都可以, 啊, 很快的, 落实成代码, 啊, 落实成加法的代码, 也可以落实成, 西加加的代码, 也可以落实成, 驱动的代码, 来结合的硬件, 啊, 所以, 这个, 啊, 有非常高度的, 这个可实现性, 啊, 可实现性, OK, 好了, 所以呢, 啊, EIT造型, 让高阶的架构设计, 都能够落实成为代码, 贯穿了, 产品的创新, 架构设计, 以及呢, V段的实践, 啊, 还有测试, 还有敏捷创新, 等等的, 通通可以让我们, 掌握的简单, 啊, 然后, 操控的复杂的, 实践, 复杂的设计, 复杂的创新, OK, 因此呢, 这就是, 啊, 这个, 实现的, 我们的梦想, 从简单中, 掌握复杂, 从简单中, 掌握复杂, 好, 再来, 我们接下去, 我们待会呢, 啊, 下个单元开始, 我们就要把重心, 啊, 把它放到跨平台的策略上咯, 因为我们要做更深入的, 来凸显, 这个架构师的, 一种心灵, 啊, 架构师的一种思维, 以及背后的哲理, OK, 那我只是用我的, 来抛砖引逸, 啊, 抛砖引逸而已, 那我们就把重心, 会集中在跨平台的策略, 啊,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 啊, 在这个有限的时间, 可以提供你, 非常深入的, 一种观察, 一种观摩, OK, 所以我们待会呢, 就, 啊, 开始呢, 我们在下一个小单元, 我们就会把重心, 集中在, 这个跨平台的, 换为, 我们将以跨平台的策略为中心, 来展示, 让你观摩这个A段架构师的, 这个策略性思维的一个幕后, 一个深, 啊, 非常深刻的, 深度的一种, 啊, 素养, OK, 啊, 当然, 还是一样, 啊, 不要认为高老师是, 啊, 自夸的, 其实高老师的意思只不过是, 说把我的策略性思维, 啊, 当成砖, 抛到你的心中, 然后变成玉而已, OK, 我并没有说我的本身是都好的, 啊, 因为, 啊, 这个长江大浪, 啊, 这一个, 啊, 后浪推前浪, OK, 所以我只是希望, 我把我的这个37年来的这种累积的素养跟这个思维呢, 当成一种一个一块砖, 然后抛到各位的心中, 啊, 能够引出更多的欲出来, OK, 所以呢, 我就会为了深度的来说明, 所以我就把精神就集中在这一个跨平台的范围咯, 啊, 然后讲的就会包括BIT咯, 包括跨平台的车类咯, 啊, 就是从简单中要掌握复杂, 其实呢, 我的用意就是要也要凸显, 啊, 就从简单中, 啊, 这一个掌握复杂, 啊, 然后展现出这样子一个深度的一种思维跟做法跟策略, 以及它的实践的方法跟技巧, OK, 好, 那我们, 啊, 这一个, 啊, 就是希望呢, 啊, 你能够真的在这一个从我的实际的, 啊, 经验当中, 让你能够体会, 掌握这个兼顾三个视角, 然后呢, 就可以, 啊, 从简单中来掌握复杂的, 这个三个复杂的外貌, 就是软硬整合, 啊, 跨平台测试, 掌握的三个视角, 就是E, 啊, 啊, MT, OK, 然后简单的造型, 就是EIT造型, OK, 然后呢, 可以掌握三个复杂的, 外貌, 就是软硬整合跨平台测试, OK, 好, 那我们在下一个回合开始, 下一个单元开始, 我们就进入, 这一个跨平台的, 车内的一个深度的, 展示跟探讨咯, 好, 谢谢你, 我们在下一个离的, in如果你带来, 好